好 接下來我們馬上要連線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的王潛秋局長 因為局長很辛苦 據說他在這個ATM前面站了很久 但是領不到錢啊 所以潛秋姐 現在這個ATM的密碼跟提款卡 行政院到底給你們了沒有 阿羅宥正 中間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真的是覺得如果是有神奇提款機 那麼是通過這個院長親自認證 那麼我會願意在ATM前面 放一張院長的照片看起來會非常的快樂 那麼目前第一筆錢的確已經撥進來了 倒也不是像ATM那麼簡單 那麼有層層的關卡跟要求 那麼完全遵照中央的要求止辦之後 包括六項的計劃變更 那麼以及要在市政會議上通過的相關的規定 那麼昨天公文先出去了之後 他們也的確真的非常快速的 立刻就把第一筆款項撥下來了 那雖然不是像市長局長 不是不是像那個院長講的 錢在那裡的你自己還不來領 然後ATM按一下密碼出來就好 其實還是有用 那麼院長只要大聲講一講 其實都是有幫助 所有的其他的中央相關單位 都會相對的快速撥給我們 我們非常感謝 可是這個局長 以前花媽要錢的時候很快就可以拿到 為什麼這一次蘇貞昌要給你們錢 要東拖西拖 還要你們補這個補這個 跑那個跑這個 這不是有點在找麻煩嗎 其實是如果是照過去 要跟中央申請經費 通常不用到這麼後面 還要動用院長出馬 其實在中央跟地方的防疫會議上 通常就通過了 我們之前也出示了很多的 會議紀錄的資料證明 只要在會議上提出來 中央由專業的文官判斷說 疫情的確有擴大發生 甚至已經開始有點危險的情況 需要加強補助的時候 他們就自動會補助了 不像我們開了兩次的會議之後 並沒有得到正面的答案 所以左等右等 只好請市長親自再到院會上 去向蘇院長來爭取 那麼很客氣很尊重的爭取 沒有想到後來是變成成MV 後來網路上也直接一連串的 所謂打函的系列就開始攻擊了 那其實事實上很簡單 只是要爭取預算 那麼雖然院長說 兩天就已經同意我們了 我們居然都還不去領錢 其實也是在19號的確發了公文 來同意高雄市政府 可以拿到這筆預算之後 上面並沒有名列 是用什麼預算 或是用什麼方式 或是你要準備什麼手續 一定要行文警嗎 還是要回家 還是要給什麼附帶的文件 沒有 他只是說我們同意你了 但是到了隔了五天之後 24號發出了第二份公文 25號衛生局收到 上面才寫得很清楚說 你有六個關卡要過 那這個六項的規定的計畫書 你要做修改喔 那改完之後 你還有一個叫做 預算證明書以及領據 這兩個是非常專業的 代表說最簡單的方式 你用代收代付 你直接錢撥進來 我們用完 那只要我用的是合理合情的 我把單據給你就可以核銷 這種是最快的 他說不可以用這種方式 不可以用代收代付 所以你要用 經過市政會議上通過的領據 還有預算證明書的方式 要把他列入預算 那我才會把預算編給你 其實是這個意思 所以既然要經過市政會議 那麼就要等市政會議的時間 才能來進行 那包括要改計畫 包括要市政會議上來通過 這本來就是需要一點時間 不是說ATM企業 基本上我們的解讀啦 就是卡高雄 就是不給你錢嘛 不是嗎 不然很快就可以給你啊 幹嘛找麻煩 這個齁我們專業文官 我也不敢說隨便就去幫人家扣帽子 但是我真的必須要說 其實是有比較簡單的方式 跟比較複雜的方式 那我只能說中央的確選擇一個 比較嚴謹的方式 比方說要甚至預算裡面 我很明確的說明了 他一直在 到今天還有很多的綠媒 或是其他的這個網路上的人 一直在罵 很莫名其妙我講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們要拿錢去買禮券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在預算上面的說明 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李政不是拿來發大財的 不是拿來當獎品的 很簡單 就是因為東南亞今年的疫情 連陳其邁副院長都說 實在是太嚴重了 前所未見 在很多的國家 東南亞泰國啊 這個越南啊 他們都到五萬六萬 這麼多的病例數喔 我們現在高雄是28例喔 在東南亞國家是五萬六萬這樣的病例數 甚至我們認為最乾淨的新加坡 他都有3800個病例 那麼以高雄來說是一個相對多的移民城市 會進到我們城市來的人物 我們是不是要訪 是不是這些國外的東南亞旅客 他們疫情很嚴重進來 我們是不是要盡量 防堵讓疫情進到高雄來 這是基本的嘗試問題嘛 所以我們這個旅券不是拿來說 你們歡迎你們來高雄玩 不是 是當他們入境的時候 要鼓勵他們經過發燒篩檢站的時候 萬一體溫有問題 要鼓勵他們去就醫做檢疫的 因為檢疫需要時間 那鼓勵他們就醫的時候 我們趕快發現他身上有病霉紋 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立刻檢疫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趕快把它隔離掉 不管是用其他的方式 讓台灣的蚊子不會咬到他 因為台灣的病霉紋 如果咬到他的時候 再繼續去咬台灣人 就變成什麼 就是本土群聚 這才是最害怕的問題 所以我們連這麼簡單 這麼清楚的道理說出來 講了已經有嘴說到沒嘴 一直重複的講這個道理給大家聽 我們不是要拿禮券亂花錢的 就是要防疫 讓國外的入口的 這裡能夠確實的被防堵住 到今天他們還在說 我們在拿禮券去隨便亂用 甚至什麼是不是有要圖利廠商 這就是已經不講道理 不分是非了 我們專業文官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為了高雄來把關 我們是為國家服務 所以就是要希望疫情 不要在高雄擴散 當然也希望中央跟地方是一條心 不是像市長說的 一國兩制 然後把疫情分成你的跟我的 你加的就沒事 我加的就不行 是不可以這樣的 所以我們是一家人的情況之下 我們強調的就是 這些錢每一分錢 都要用在合理的地方 我們絕對站得住腳 但是也希望中央 以同樣的標準來對待我們 一起為台灣人來把關 我幾個問題跟你討論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這一次高雄市報 我們今天充當主持人嗎 我們想要釐清幾個問題 讓全國民眾更清楚 第一個部分是高雄市現在 就是發生的叫做 第四型登革熱 這個就是說 可能外來的外籍移工 或者是說這些看護 也許他們在他們本國的時候 受到感染 但是因為他沒有症狀 所以在入境的時候 沒有發燒等等這些看得出來的症狀 所以就會變成 很難去知道說 到底他們有沒有感染 這個登革熱對不對 的確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有些人 他就是不會發病 對 他就會潛伏在身上 而高雄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個第四型 現在已經確定就是印尼豬 所以的確是從印尼來的 這個病霉紋 這個抗體 這個帶病霉的人 來到了台灣所造成的 好 所以我的問題是說 所以事前的預防 針對這個第四型登革熱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可能不會 部分的人是不會有發燒 這樣的一個問題產生 那但是他確實可能有受到感染 那我們為了要防堵這個 第四型的登革熱 事前預防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剛才提到的這個禮卷的部分 是不是希望說鼓勵這些人 他能夠只要入境台灣的話 就能夠主動的去做一些相關的檢驗 才能夠達到預防的效果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說 其實這個編列方式 在105年前朝的時候 也是這樣編列嘛 對不對 這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大家一下 現在我們在看到中央政府 他在針對新南向政策 對於這些國家呢 他每年給予可能600萬到800萬的 這些的登革熱補助 但是針對研討會的部分 登革熱研討會 他們是不是補助了 每年是好幾千萬元的補助 相關的這些詳細 是不是能夠讓全國觀眾朋友 更清楚一點 的確喔 因為無論如何 是沒有辦法強制旅客 去要求篩檢的 所以如果有辦法 能夠讓他們去篩檢 提早讓這個可能有帶病菌的人 被發現出來 提早的去解決 絕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根本 我們多管齊下 我們居家清潔 也好像一副我們只是要錢而已 我們同時早就在做的 包括居家的清潔 周邊環境清潔 消毒 然後李林的宣導之外 很重要就是從境外大決戰 怎麼樣防堵住 所以我們這個禮卷 絕對不是要拿來好玩的 就是要杜絕 讓境外的旅客 有可能因此 把病菌的相關來源 帶到台灣來 議員說的非常對 的確就是這個方向 那麼至於第二點呢 其實就我們所拿到的資料 在新南向的醫療合作 產業鏈發展中長城計畫 四年其實在東南亞國家 我們國家要花的是16億元 那麼其實對於病媒文 或者是一些研討會 或者是一些登革熱防治 甚至相關的疾病傳染病 要跟我們東南亞鄰近的國家 一起來合作做協防 其實我個人是沒有太大的意見 這是一種專業的考量 因為如果鄰居們 他們的確對於這個防疫的能力比較弱 我們如果真的是比較有能力的國家 我們去幫助人家一下 其實也無妨 尤其幫助別人了之後 別人也不會有這麼多的這個疫情 可能會擴散到我們這個國家來 這叫做天助自助嘛 自助也助人 那所以其實是好的 只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像研討會等等的 這個支出一年 107年是3200萬 108年是4550萬 那麼光印尼的登革熱補助 107年660萬 108年840萬 我們只是希望同樣的精神 我們幫助鄰居的時候 很大方很慷慨 那麼對於自己的國家裡面的 城市地方政府也是一樣 不要分藍綠 應該要大家一起努力 這樣才是合理的嘛 不要說其實給鄰居還比 給我們自己人還要大方 我們應該不是敵人吧 我們是自己人 我們是同一塊土地上 一起在這裡生活的台灣的民眾 好 那個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我知道過去中央的 就是給高雄的補助有分兩種 一種是用第二預備金 另外一個是用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那到底是用哪一種比較快 那再來就是他現在你們總共高雄請求的是 五千三百一十八萬 那現在陳其邁告訴我們說 是兩千六百六十萬已經確定要給 那後面的錢到底給了沒有 然後你今天說中央現在確定要給了 那是連最後這五千三百一十八萬 全部都給了呢 還是按照陳其邁所說的 還是有部分的錢扣在那邊 要以觀後效呢 的確用我剛剛講的代收代付就是最快的 所謂代付通常就是用第二預備金了 那如果院長願意他的第二預備金 很快這個程序是最簡便 馬上就可以處理的 但這次他們並不同意用這種方式 他們用的就是用中央統籌分配款 就是要列入預算 那列入預算的方式呢 自然就有很多要列入預算編列的程序要走 所以我才會說有好幾個程序 必須要經過市府內部的執政會議 正式會議通過 然後還要有正式的紀錄等等 才能夠發回中央他們才會同意 才符合整個預算編列的要件 那麼關於第二個問題 剛剛第二個問題問到是什麼 就是5,318萬是高雄市府請求的 但是陳其邁發只不過2,660萬 全部的預算當然要求是5,300萬 但是現在下來只有第一筆款項 所以後面還是沒有給就是了 就是有分兩期支付 到時候如果我們用的差不多 或是用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要再跟中央請款 那只是不知道公文來回是不是又再來一次 還是說我們通關密碼就是院長說 立刻來領 那我們四個字就可以領 那這樣也是很怕 所以到現在就是5,318萬要 減掉2,660萬 還有2,000多萬還沒有給就是了 這有通關打怪的概念 就是我們通關機關嘛 那現在六個計畫也改完了嘛 那接下來看可能還有什麼需要我們去突破 如果只要是中央認為我們必須要遵照來執行的 因為它是撥錢的單位 也是我們中央機關 我們要盡量配合 只要合情合理 為高雄的疫情來著想的話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 因為我看這兩天有發新聞說 金斯武水位提高之後 那確實登革日的疫情好像看起來比較緩和 那這個是一個確實的事情嗎 會不會延至過早 因為現在很多鄉民在問說 你們才幾天就會有這樣的成效嗎 很多人是非常懷疑的 其實不只啦 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多管旗下一直在做 我們化學兵也開始噴灑藥劑了 那居家環境的清潔比過去更認真在做 包括強制的進到民眾的家裡去 因為你家裡的瓶瓶罐罐積水 其實也會蚊子飛出來搖到別人的 所以以前是不能隨便破門而入 那現在在非常時期都會直接進去 要求破門 開門啦 不是破門啦 開門進去 然後甚至會要開罰單 那金獅湖只是我們在眾多的方法裡面 想辦法再想一個辦法嘛 為什麼幾十年來 那天市長特別跟陳其邁副院長聊 是因為那也是他的選區喔 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年不斷地反覆發生疫情 而且都是從同一個地方一直發生 到底是為什麼 一定有某些地方我們可以做 可以做更多 但是沒有注意到的 所以除了原本做的消毒啦 清掃積水啦 清除環境 還有什麼漏掉的 所以我們經過跟專家討論之後 市長就說 金獅湖很多民眾跟專家提到 它跟一般的湖不一樣 它的在沿岸周邊有很多裸露的岩石 還有很多雜草 那些雜草呢 其實是不容易清除 甚至很容易滋生並沒聞的 尤其是白線斑紋 那麼埃及斑紋呢 喜歡在乾淨的水 那這些水平常是 這些出出來的雜草跟岩石 是很難清 也可能容易有積水的 那所以當把水位提高 可能就是一個好方法 那水位提高之後 把那些石頭跟草 給淹上來了之後 那整個水面上 當然又有魚的生態 可以去吃掉解決啦 等等的這些 自然的生態的生態工法 防疫方法 就可以有辦法解決 那我們當然不敢說 一定百分之百 哪些來源是造成是好 疫情趨緩 往好的方向發展的原因 但一定是全面性的 一定有什麼辦法 就用盡各種辦法 就是為了要疫情好 用盡什麼辦法 我們都願意 這就是我們的概念 那至於疫情的確是 在這一個禮拜 這幾天來捕獲的蚊蟲 五天都沒有捕到 埃及斑紋的母蚊了 就代表說 疫情似乎是 往好的方向發展 但我們沒有人敢 料理清心 我們料理一定要重研的 我們還是要謹慎小心 真的到第二波疫情 真的有可能 有機會結束之後才再說 而且現在還不到最熱的七八月 現在是72年最暖的暖冬 而是過去三倍的雨量 這種情況之下 是在最艱峻的挑戰之下 我們不敢說已經完全好轉 一定是好了的 我們一定要非常小心 全面戒備來繼續因應下去 這個真的 局長我是佑正 現在這個跟你要個前 好像過五關 要斬六將的感覺 然後這個 剛剛我們說 疫情跟政治要分開 但拜託 密碼跟提款卡要一起給 不要給你提款卡 不給你密碼 還有網友在這個 哭手說 那密碼可能是54088 我是你們爸爸 是不是一定要54088按下去 才可以拿到錢呢 真的 就像局長說的 別再卡了 你們過去卡 現在給錢了 那以後大家好好合作 畢竟人命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局長 謝謝局長 謝謝今天特別參與我們的討論 局長謝謝 謝謝